好 接下来关注一组各地农业生产方面的消息 这两天 甘肃兰州永登县王家平村的三百亩韶药进入盛华期 一只韶药的地头收购价可以卖到三到九元钱 依托独特的地理气候优势 王家平村开展韶药规模化种植 种植的韶药品种达52种 鲜花产业还能吸纳附近村民就近务工 除日常工资外 还可以领到土地入股分红 在四川乐山市中区越来镇荔枝湾村 近日大批荔枝已经成熟 一粟粟荔枝挂满枝头 荔枝湾村树林超过一百年的荔枝树有四百多棵 树林超过上千年的荔枝树有十二棵 据了解 今年荔枝湾村的荔枝总产量将接近百吨 近日 记者在云南昆明的国品市场看到 一些时令性强 保鲜机短的应激水果被摆在了显眼的位置 黄色火龙果的价格由前段时间的每公斤十五六元 降到现在的每公斤八到十元 鹰嘴桃价格多在每公斤十五到二十元 受产量和周期影响 这波水果上市热将持续在二十五天左右 在三十四百多棵三十八月之后 在三十八九九重三百多棵三十五年之后 谢谢大家